哇,你是真的是敵我这个问题的人 哇,我好敢 主要是我想听一些你们生活中很细节的小事 就这个人不爱刷牙 我偏偏让你刷牙,你不刷牙 那现在长支持了吧 我就是还不爱吸脚 四十岁网红,不爱刷牙,不爱吸脚 我觉得从小就长得好看的人都不太爱干净 你放屁,我就很爱干净 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呀 会不会破坏你俩关系 但我真的很想聊 其实我刚开始刷到你的时候 当时在 你跟一个外国的男生结婚 可以聊一下你们当时为什么就是分开了吗 哇,你是真的是敵我这个问题的人 哇,我好敢 因为这段感情里面的确没有什么人出轨啊 其实真正离婚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因为这个事情过去十年了 我觉得可以比较理性中立的看待这件事情了 他在我们婚礼前夕跟我才产生这个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感觉到 他的状态不太一样 然后真的结婚了以后 就是这个情况就比较越来越严重 而且那段时间是 基本上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来改变的一个问题 就变得很像两个兴趣很瞎活的室友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的这段结婚经历 你会说什么 在一起的前两年满足了我对爱情 甚至婚姻的向往和需求 然后我觉得就是还是不要太冲动 因为我们是在一起六个月就订婚了 咱俩不是南京的吗 宋美丽也是南京的吗 她是厦门 那你讲南京话是不是她也听不懂 讲比较激动的南京话她还听不懂 那你对宋美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她第一印象就是自己人家家孙 然后有的时候要做一道乱 说老师你跟我听不懂是不是 看你的双眼睫都搭了成什么样子了 哎呦好像闯起来 好帅吧